哈囉我是最彈想標題的Ia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電影是 《溝口劍2》1936年的作品《奇緣姐妹》 《溝口劍2》導演在台灣的知名度相對比較低 但他在日本電影圈的威望都不下於 同時期的小金安二郎或是黑澤民 據說連法國新浪潮導演尚如高達 都受到他一場一鏡的拍攝手法啟發 《溝口劍2》知名的作品有《雨月霧雨》跟《西赫一代女》 這部《奇緣姐妹》除了《明島溝口劍2》之外 還有傳說中的日本映畫四大女優之一的 《三田五十零》參與演出 這部電影的主軸是在描述 日本極端父權社會下的女性處境 梅吉跟妹妹小玩意是奇緣裡的異計 姐姐梅吉沒有妹妹來的聰明 年紀已經不小了 卻只有經營雜貨生意的谷哲先生這個金主 不幸的是唯一的金主 谷哲先生生意失敗以後 老婆小孩跑光光還跑來投靠梅吉 但是梅吉是一個跟火雞姐一樣 覺得情和意值千金的異計 不僅收留了谷哲 還招待她將她奉為上兵 這件事看在妹妹小玩意的眼中 覺得不是辦法 於是小玩意暗中找了奇緣的人 幫姐姐安排宴會 以尋找新的金主 小玩意還半哄半騙的 從和服店的長宮那裡 要來了一套嶄新的和服 要給姐姐打扮 梅吉在宴會當晚也非常幸運的 在人群中遇見了一直對梅吉 有好感的古董店老闆聚樂先生 聚樂先生當天跟著他回家 遇見寄居在家的谷哲先生 聚樂先生到梅吉家的時候 已經喝得爛醉 小玩意就趁送聚樂先生回家之時 趁機告訴他 如果你喜歡姐姐梅吉 就給我100元 讓我打發古澤 聚樂先生在小玩意的遊說下答應了他 小玩意回到家後 就塞給古澤先生50塊 請他離開 古澤先生想想自己確實理虧 在這裡有吃有助又拿了50塊 於是就摸摸鼻子離開了梅吉的家 隔天姐姐梅吉發現 古澤先生離開以後非常的傷心 小玩意則裝作若無其事 另外安排聚樂先生來跟姐姐相聚 這時候小玩意哄騙長公得到和服的事 被和服店的老闆木村先生發現 欸不會是這個木村 木村先生疑問之下 知道小玩意既然和服也給了 長公也喜歡小玩意 自己就做個好人 促成這一段姻緣 沒想到小玩意不是省油的燈 木村先生一來 小玩意馬上就知道原因 開始天花亂墜的說著 說是長公執意要送到和服 自己對這種長公完全沒有意思 反而希望一個成熟的男人來當他的金主 於是木村先生 當下就被小玩意灌了米湯 非但沒有要回和服 自己還當起了小玩意的金主 木村先生喝完米湯之後 回到店裡馬上告誡所有人 不准再問起異計的事 也不准任何人再跟異計有關係 失憶的長公原天在路上 遇見了原本寄居在梅吉家的古澤 談起了梅吉跟小玩意 長公因為非常思念小玩意 就不顧老闆的禁止想要去找小玩意 沒想到卻遇見了梅吉 跟古董店的老闆俱樂先生 長公就把遇見古澤先生的事 給說得出來 梅吉一聽到有古澤的消息 就飛快地跑到街上想要去找古澤先生 這個時候花了錢 妹子還跑掉的俱樂先生 只好在一旁傻眼貓咪 還搞不清楚狀況的長公 這時候就在小玩意家放空耍廢 好死不死這個時候 和服店的老闆牧村先生 還有一起出遊的小玩意兩個人回到家 一開門就看見長公 牧村先生搶了長公的妹子被發現 這個時候更小等死去 立刻發揮了冠老闆的威力 要這個長公滾蛋 長公走之前 看著老闆跟小玩意露出了一抹詭異的笑容 長公一離開小玩意家 就立刻打電話給和服屋的老闆爆料 我只能說這招實在太高明 牧村先生回到家以後 馬上發現自己被沖了康 隔幾天小玩意等不到 牧村先生這個大金主出現 然後姊姊知道小玩意用技趕走了 古澤先生 便生氣搬出去跟古澤先生同住 就在這個當下 小玩意接到了通知 牧村先生要她搭車千里來相會 沒想到小玩意一上車 就發現坐在前座的人不是別人 正是和服店的長公 電影的最後姊姊沒急在醫院見到了小玩意 她被人從車上丟了下來 不僅毀了容 還可能會殘廢 待在醫院照顧妹妹的沒急 沒多久就收到鄰居的通知 說古澤先生已經離開了京都 回到鄉下太太的娘家 去靠老婆開工廠 古澤先生走的時候 居然連一句話都沒有留下來 電影的最後一幕 兩個姊妹在醫院的病房裡 痛哭失聲 整個故事就在此畫下了句點 我覺得這部電影的劇情 安排非常的細膩 而且所有出場的人物 全部環環相扣毫無破綻 電影的結局 倒進了日本 父權社會下女性的無奈以及哀怨 特別是奇緣裡的異季們 她們最好的出路 也不過是當個金主的小老婆 見不得天日 土星積率的小玩意 跟死心塌地的梅吉兩個人 都只不過想要找個依靠 但身為異季 電影最後無聲的倒進了 她們的宿命 這部奇緣姐妹的片長 並不長 大約80分鐘 故事的節奏非常的緊湊 目前在暗地域上 也獲得了7.7的分數 除了故事本身安排的 非常細膩之外 電影裡想要反思的議題 也非常的深刻 這部奇緣姐妹 就推薦給想要了解 日本電影的大家 我是指介紹經典老電影 陪你深刻讀電影的Ian 我們下次見囉